全日本最危險的一個季 這個叫做山車季 這個山車季 然後也叫做花車季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 它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像神轎一樣的一個 木造的花車 這個花車大概是四公尺高 而且前面它要什麼 它前面有大概一百多公尺長 它是一個很大的 一百多公尺長是 有三 四十個人在那邊拉 後面還有人在拉 然後我自己站上去 站到上面試試看 你從四公尺往下看的時候 其實那個居高點很恐怖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人 有沒有看到 它隨時在拉車的時候 它都在上面跳 所以非常的危險 而且重點是 它們專挑一個地方 因為它一路在跑的時候 只要到了轉彎角 十字路口的時候 九十度角的時候 你就看它們 就開始準備 準備的時候 就好像要跑那個白米這樣 全部一 二 三準備 開始往前衝 衝的時候有沒有 整個到這邊以後準備好 開始往前一衝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到說 它速度很快 一到那個九十度角的時候 那個大型的木雕車 非常的重 好幾噸 整個就會有離心力這樣 啪 這樣過去 對 會有甩尾這種感覺 所以後面很多人要去拉 這個時候就會常常出現 很多人就摔在地上 常常會造成 這個危險的一個情形 對 所以它這個就是全日本 最危險的一個祭典 剛剛說過說 它整個泉州這個地方 它有十幾個釘 它每一個釘它都在舉辦 然後每個地方都有 自己當地的一個 這個山車在那邊 而且兩個交會的時候 就會發生類似像這種 撞擊的一個情形 可是對它們來講的話 那就是一個激發出那個 雙方就是我的比較強 還是你的比較強 這樣一個對峙的一個場面 在這邊 對 白天你可以看這樣的一個祭典 到了晚上的時候 很多時候 祭典一天就結束了對不對 可是它是整天的 等於是白天這樣 晚上到廟的前面 廟的前面 你會發現他們抬了 另外一個叫做太古祭 這上面這個太古將近有三頓 非常的重 然後下面就有三四十個人 是用扛的 然後它就一路這樣子 上下這樣子 就像上次我們剛剛講說 來北投溫泉那樣 特色的那樣的一個祭典 是比較類似的像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 它到了晚上以後 就像你剛剛講的 一定要幹嘛 他們的夜市的祭典 非常的好玩在那邊 我剛剛 我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 因為剛剛說過說 很多的祭典都是一天就沒有了 可是它這邊是 一個月到處都有 所以你根本不用怕 你錯過了這個祭典 而且重點是 它在哪裡 它在我們的關西機場 所以你要買機票是不是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大概多少錢呢光輔 因為現在聯航非常的方便 我們公司正好有一個 聯航的整合平台 這樣抓一抓 大概如果是用混搭的話 大概六千 七千塊 含稅就可以了 台幣 對 但是沒有含托運 托另外一家 那什麼時候買比較便宜 現在就可以買了 你就是業績有壓力 我有壓力 我真的有壓力 又來了 現在就去買 六七千塊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是十月 十月的秋月季 聽到馬上買 對 現在馬上買 因為現在的票價 應該十月份有了 其實可以 就可以訂立坎 對 可以訂立坎 六七千 而且順便還可以轉到大阪去 消費一下 沒錯 重點就在這邊 而且因為它的日期 你可以先看好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 它們廉價航空會推出那種 很便宜很便宜的票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搶 那個非常便宜的票 這時候你的價錢 就可以低到 比六千還要更低 現在是只有對折的價錢 就出現了 我們現在播出是一月多 對 你趕快計畫一下 十月 十月 可以來得及 先去搶 現在想潑水節也很便宜 潑水更低 庫鳥航 庫鳥航飛了 庫鳥航然後再搭一個 虎航或衛航回程 搭便宜的 反正我這樣算過 好像五千多塊錢 五千多 現在趕快去搶 是喔 潑水節 十三 十四 十五 你就跨那個時間點 現在還有位置 現在先買 因為虎航是廉價航空 它被新加坡又買回去了 對 所以它的服務品質 也會相對的低伸 因為新加坡航空是很厲害的 而且它這個庫鳥是不是 庫鳥更便宜 庫鳥 對 它是大飛機來的 它不是一般 我們看到廉價航空 這小飛機 對 但是它的價格又便宜 只是它的時間點 是紅眼的班機 所以大家知道是半夜飛 半夜飛 就暴早 暴晚 好 來 我們看12月有哪裡可以去 馬來西亞聖誕節 馬來西亞怎麼過聖誕 對 因為在馬來西亞 常年如夏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體驗一個 就是不一樣的聖誕節 就是沒有很冷的聖誕節 反而是大家穿著背心脫鞋 再過聖誕的話 歡迎大家來到吉隆坡 馬來西亞應該不穿羽絨服了吧 不穿 賣都不賣對不對 有賣 有賣 因為像剛才大哥他們說的就是 因為吉隆坡是國際機場 然後可以很方便轉到各個國家 所以都有賣給外國的客人 或者大家要到國外去 因為馬來西亞也穿不到 對啊 穿不到 如果穿真的是會馬上中暑 五秒倒地 你們的百貨公司冷氣都開很冷 很冷 對 百貨公司裡面就可以感受到 聖誕節的溫度 但是出去就大太陽 所以馬來西亞沒有冬天 台灣還是有冬天 對 馬來西亞沒有冬天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都是四季如下 對 因為馬來西亞在那個 算是普天同慶的一個節日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因為各大的商場都會有一個 很激烈的主題競爭 雖然熱 但是還是過聖誕 對 而且因為聖誕 就是會有什麼週年慶 大姐那些 聖誕老公要不會穿吊嘎出來 沒有 穿尿 我穿尿 熱到不行 熱到不行 沒有 你都要剃毛了 瘦到不行 你也都要剃毛 因為她是瘦皮猴那種怕熱 應該說那個聖誕老公公的 皮膚都是黑的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兔片裡面就是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裝飾 比如很大的熊 很可愛 然後就是會 有時候會有什麼 薑餅屋的主題 對 真的是 裡面有非常多的像 會比較夢幻 因為其實聖誕節 是一個夢幻童話的氣氛 所以就是在各大的商場 都會有這樣的競爭 然後招來很多的客人去 拍照 然後去燒品等等 真的 所以其實大家 12月到吉隆坡 不只是去看這一些裝飾 然後大家還可以就是 玩一些周邊的 像黑人哥去的馬六加 馬六加 然後等等 然後隔壁就是泰國 所以馬來西亞的旁邊就是泰國 所以大家可以開車 一路玩一路吃 然後開到泰國吃 那邊的吃也很厲害 好吃 對啊 那個拉撒 對 都好吃 連後面都好吃 對 所以如果大家預算沒有那麼多的話 還是可以歡迎大家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我也推薦馬來西亞 可以去走一走 大航空是1萬塊左右 對 1萬塊 光負有更便宜的嗎 我這邊是看到團體 五天事業的話 目前的聖誕節 去馬來西亞的故事那裡 五天事業還會住海上烏馬 那這樣子大概 大家潮到航空大概 不破百歲 五天事業 真的 現在就有了 你不要亂講 老人事業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亂講 我去吃